那我们做一点立体跟练习 第一题立体 他说谁是可以加热 而且要很好吃 就是要间接加热 我们讲过两口嘛 不能加热嘛 四管可以直接加热 那有一些是间接加热 就是所谓的 烧杯啊 烧瓶啊 对不对 蒸八瓶啊 所以机器灵跟两口不能加热 四管可以直接加热 但是呢烧杯烧瓶 蒸八瓶间接加热 要电陶瓷纤维网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B OK 好 简单 好 来 请问你谁不可以直接加热 不可以直接加热 来 这位大哥叫做六号 没来 大哥叫做十四号 没有 九号 加油 九号 加热 谁可以直接加热 可以 不可以的 他说不可以 B B请坐 B 体系名不可以加热 这种是不可以加热 间接加热也不可以 不可以加热 干锅 四管 燃烧时都可以直接加热 请问你谁是对的 两桶操作谁是对的 Number 二 B 二 没来 他看就要上级了 你没有上级了 二三 没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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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九 二三 请 谁可以正确 猪 猪 请坐 两桶是用的对方 无用来测量液体体积 不可以加热 不可以配药体 不可以发生化学 反应 OK OK 来 请问你谁是对的 我 谁是对的 猪 用剩的药体不可以倒回去 会有污染 然后第一管 重点就是不可以让液体药体碰到我们的橡皮球 然后酒精的点燃 要用火柴打火机点火腔 不可以用酒精针点酒精针 好过恩免的西式溶油酸 要把溶油酸缓缓缓倒入水中实时搅拌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叫做猪 结果你谁错 谁是错的 谁是错的 十三 没有十三 十 没有 谁是错的 哈哈 啊 b 是错的 就这样啊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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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管家人管口朝上或朝下 重点是不可以朝人 A选项注意一下就是 你到药体的时候手握标签指 免得你低下来的药体会毁损标签指 OK 给大家看一下 哈哈 来 请问你谁是对的 谁是对的 谁是对的 帅哥男 三 四 九 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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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七 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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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两种使用木瓜药品 是 绝对不要去藏药品 我们的九千特别装八分板 四款使用的重点就是 可以朝上可以朝下 但不可以朝人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C 就是我们一些简单的小练习